大家好,这里是一毫米足迹 今天我们来到了人间天堂 浙江省杭州市的西子湖畔 记得上学的时候啊 有一篇课文论雷锋塔的岛调 还有暑假神剧《新白娘子传奇》 因此啊,对西湖和雷锋塔印象极为深刻 塔下针压着一条白蛇嘛,那当然没有 雷锋塔其实是为了珍藏佛祖发迹舍离而建 公元977年建成,1924年倒塌 现在的雷锋塔是在原址上重建的 里面竟然还装了一部电梯 可以很轻松地登上塔顶欣赏美景 西湖边其实还有一座宝处塔 与雷锋塔隔湖相望 它比雷锋塔还要年长一岁 立在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上 宝处塔身后的豹普道院也叫葛仙安 是三清山上的葛洪道长来这里开的三清宫分院 西湖原本是一处江岸浅湾 因为前唐江的淤泥堵住了湾口 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湖泊 唐朝时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 他主持新修水利 用淤泥建了一座堤坝 人称白笛 北连断桥 南连孤山 断桥不断 因为它原名叫断家桥 孤山不孤 因为它是西湖上最大的岛屿 岛上面有清朝皇帝的行宫 还有著名的西陵映射 不是西冷牛排的西冷啊 西陵映射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 也就是1904年 是我国研究金石壮克历史 最悠久的学术团体 号称天下第一社 北宋年间 时任杭州知府的苏氏 又在西湖南侧 修建了一座更长的堤坝 苏堤 全长有2.8公里 一不小心就打造出了 中国顶级旅游IP的西湖石井 还将美景刁板印刷成册 相互传阅 堪称世界上第一本旅游指南 上至皇亲国际 中至达官显贵 下至黎民百姓都喜欢来这里玩 其中就有六下江南的蹄字狂魔 乾隆 不但给石井命名 还用明纸明膏立了十座碑亭 西湖背山面水 不但景美 风水也好 很多名人都安葬在这里 以梅为妻 以贺为子的隐义诗人 林布 江南歌迹苏晓晓 几阳港打虎英雄武松 要留清白在人间的 于中宿公于谦 辛亥女杰 金国英雄秋瑾 西湖北侧的岳王庙 是纪念岳飞的庙宇 南宋初期 岳飞被兼成秦桧 张俊等人害死 岳飞死前在贡状上写下了 天日昭昭 天日昭昭 八个大字 直到21年后 宋孝宗赵慎才为他平反 1221年安葬在这里 并建庙供奉 目前有四个同住人像 他们就是秦桧张俊等人 跪在这里永世忏悔 被万人唾骂 从古至今 无数文人默克 在西子湖畔 留下了许多绝美诗篇 西湖也是自然与人文 完美结合的典范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 最特别的存在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 关注一毫米足迹 看有内涵的旅游视频